欢迎回到Tnews联播网 全国艺民祭就在新竹县 展开了祭典中最具特色的活动 就是围起一个月的奉范仪式 县长杨文科到艺民庙 恭迎艺民爷的牌位和令旗 到今年轮值的新浦莲庄祭典区 广和宫来坐镇 为艺民祭揭开序幕 前程上香 献花献果献酒后 县长杨文科 艺民庙董事长 林光华 艺民祭总颅主蔡元璋等人 一起供应艺民爷牌位和令旗 到今年轮值的新浦莲庄祭典区坐镇 展开围起一个月的奉范仪式 为艺民祭揭开序幕 要把艺民爷请到他的祭典区 新浦镇八个旅 由当地的旅邻的重信寺 来轮流来这些公范 祭拜一个立业的时间 那艺民庙我们艺民祭 我们今年会来盛大的来举办 我们会在八月十三号来举办艺民祭的活动 以及艺民之业 全国艺民之业的活动 艺民庙今年建庙234周年 公营艺民爷到祭典区广和宫接受信众挑战奉范 沿途车对民爷锣鼓喧天热闹非凡 艺民祭是文化部第一个认证国家重要民俗客家祭典仪式 完整保存了轮值制度和祭宜 不仅传扬艺民爷保佳为国精神 更充分展现了客家族群凝聚力 艺民祭共有15个连庄也代表15年轮值一次 今年轮到新浦联庄 游四座 甜心 汉坑 宝石等八个礼 信众将天天挑丰盛 岁瑶奉范参拜 传扬艺民精神 也有共同学的行人 也有共同学路 台北的学路人 也有本身的道卡斯族 所以这是推翻的移民精神 全国移民祭就在新竹县迎神奉范开跑 接续8月13号开幕 树灯高 放水灯 8月17号祈福大典 今年着重客家文化传承和教育扎根 更要用团结情神 展现客家人的忠义和浩克精神